在那场万众瞩目的对决中 中国女排以坚韧不拔的精神 立刻塞尔维亚女排 不仅捍卫了荣耀 也点燃了全国球迷心中的激情 然而胜利的喜悦中夹杂着一丝忧虑 因为队伍的核心 朱婷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不幸遭遇了意外 下半场当比分胶着 每一分都至关重要时 朱婷为了挽救一个几乎落地的球 奋不顾身的跃出界外 不幸与坚硬的广告板来了个亲密接触 这一幕让无数观众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赛后网络上出现了 对主教练蔡斌的质疑之声 认为他未能及时采取措施 保护朱婷免受伤害 但深入分析整场比赛的经过 我们不难发现 这一突发状况的发生 并非教练所能预见或控制的 朱婷的勇敢与牺牲精神 正是中国女排精神的生动体现 她的每一次扑救都承载着 对胜利的渴望和对团队的责任 幸运的是朱婷的这次受伤 并未如外界最初担忧的那般严重 从慢镜头回放中可以清晰看到 朱婷在撞击瞬间 展现出了极高的自我保护意识 她用左手和手肘有效缓冲了冲击力 避免了手腕救伤的直接冲击 而赛后 朱婷相对轻松的状态 以及她与教练组成员的互动 都进一步证明了她的伤势 并未影响到她的精神状态和整体健康 面对即将到来的八强战 尤其是与实力强劲的土耳其女排的较量 这无疑是对中国女排的一次严峻考验 土耳其女排 以其全面的技战术水平和深厚的阵容储备 成为了本届赛事中不可忽视的强敌 而中国女排 在朱婷等老将的带领下 早已习惯了在逆境中崛起 她们将以更加团结的姿态 迎接这场生死大战 对于朱婷而言 她的健康 无疑是全队最宝贵的财富 球迷们虽然心急如焚 但也深知恢复需要时间 大家纷纷送上祝福 希望她能够尽快恢复 重返赛场 继续带领中国女排 向更高的荣誉发起冲击 同时 朱婷的坚韧与不屈 也激励着无数年轻球员和球迷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勇往直前 展望未来 无论是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 还是更远的巴黎奥运会 中国女排和朱婷的名字 都将紧密相连 球迷们期待着 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 能够再次见证中国女排的辉煌 以及朱婷那一次次 震撼人心的精彩瞬间 而她是否继续代表 中国女排征战巴黎 已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她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无论身在何处 她都是中国女排永远的骄傲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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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